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样去对人进行定义 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东西 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用善恶去区分它 这个对于写作者来说是应该避免的 哈喽 大家下午好 那这一次非常开心呢 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样一个主题 就是怎么样用一个故事思维 去开启写作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可能性 那我这次的直播 那我主要从这五个方面去讲 第一个是我们为什么说讲一个故事是特别重要的 第二个是它是从哪里来的 一个故事它是从哪里来进行的 第三方面是去说故事的 它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些内容 第四方面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好的故事 最后一个方面是就在我看来 也可能是在很多人去看来的话 只有讲一个好的故事才能形成一个好的文字和好的文学 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的内容 我们为什么说故事它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第一个是它有日常性 就是我们在讲故事的同时 它其实是在带动读者记忆的一个过程 就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之中都会有一些习以为常的一些事物啊 人物啊 我们通过这样一些讲一些比较熟悉的一些小的事情 可以让读者产生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 然后第二个 我们说故事为什么更重要 是因为它会有戏剧性 就是我们在写作的时候 需要一个启程转合 就是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启程转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写作进程之中 去吸引读者的一个注意力 所以当我们找到了这样的一种思维 它会帮助我们 在我们写作的当中 它会有很多的一个节奏感 就是在情节的章合之间 它能够引发一种戏剧的氛围 第三个原因是因为它的体验性 其实对于写作的人来说 写作就是把我们的生活去再把它去重新的再去生活一遍 就是我们对于写作的人来说 其实我们是生活了在第一遍的生活之外 还有第二遍的一个重新的审视的一个过程 所以当写作者在写作的时候 他其实是在体验另外一种生活 那么这种生活可能是真实发生过的 它有可能是在想象中的一个 那么从这三点去出发的话 我们就发现我们在写作之中 是必须要时常用用这样一个思维在的 那么接下来我跟大家说一下 虽然我们说它特别重要 它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怎么样才能讲一个比较好的故事 故事是从哪里来的 第一个 其实好的故事就在我们身边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看到 都可以听到 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看到和听到 那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善于倾听的耳朵 就是很多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跟别人谈话的时候 在跟别人吃饭的时候 在跟别人讲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 好的一些素材是正在发生的 如果我们能把这些我们听到的 把它全部的去把它进行重新的思考的话 它其实就会成为我们一个好的故事的一个来源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要有善于看见的眼睛 大家可能都会想 我们每天其实都能看到很多的事 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到特别特别多的事 特别多的人 但是我们所看到的 哪一个是我们真正用了心去看的 我们很多时候只是把它看到了 但是我们没有去思考 没有去再把它去进一步的去一个想象 或者去进行加工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善于倾听的耳朵 和善于看见的眼睛 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它加上一个敏感的心灵 然后让它们更加的深入一些 我们从生活本身去看的话 除过我们要注意观察以外 然后第二个方面是要注意体验 再来是注意挖掘 就是从生活本身里面要善于去挖掘一些 写的事情一下的故事 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在挖掘的时候 一定要从一个细微之处去 不要把它的面牵扯得太过宏大 要从细微之处 我们在写故事的时候 它是从哪来的 第一个是它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的 第二个在日常生活之外 我们还需要加工想象 就加工想象它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 第二个是将表面看成是真实的东西 就是我们从表面的东西 需要想象挖 然后去看一些真实的内在的东西 很多表面的东西它其实都是虚假的 所以我们就需要不断的升挖 然后我们需要破除这两个思维 比较固化的思维 我这里引用了托斯托伊夫斯基的一句话 就是人是一个谜 需要解开它 如果你一辈子都在解这个谜 那你就别说浪费了时间 我在研究这个谜 因为我想成为一个人 你看人是一个谜 其实在写作当中怎么样去对人进行定义 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东西 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用善恶去区分它 这个对于写作者来说是应该避免的 下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刚说的故事它很重要 然后我们怎么样去 从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去得到这样一些素材 下面我们说一下叙述故事的要素是什么 我们看其实叙述故事里面 大家如果去看所有的这样的一个书写的话 就会发现所有的故事 它其实都是关于非常不幸福的生活的一个 就一个表达 就是它是和现实生活存在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对立的 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之中 我们每个人都特别希望我们的生活是特别幸福的 我们也没有大的灾难 大的悲伤 还有大的一些不好的事情 但是我们去看 它在我们具体的写作当中的话 其实我们所有写的可能并不是幸福的生活 而是关于不太幸福的生活 这就是存在一个比较好玩的对立 这是我们重点要谈的 我们在写作的时候 不管我们写的是什么 这个事情的所有的核心 都是有关不幸的 为什么我这样说 是因为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叙事当中 它才会有冲突感的形成 因为当读者去看的时候 因为它特别 它有一些挫折 有些磨难 所以大家就会想 它是怎么样把这些挫折 全部都一一的就让生活重新变得比较好 会有这样一个戏剧感的形成 痛苦是最能沉浸其中的感觉 它也是最持久 最有力量的一个部分 我们去看很多的比较优秀的文学作品 它其实都是有关这样的一个书写 就只有在痛苦当中 我们才能体会到生命中本质的东西 大家以后再写作 还有再看书的时候 都可以重点去看一下 是不是像我所说的 基本上所有我们去看 很多的一些叙事 它都是关于不幸的一个叙事 我们看它的核心要素是不幸 因为不幸才能构成故事 幸福往往只会冲淡故事 第四个我们来看 怎样才算是一个好故事 其实在一个好故事的设定当中 它有个总原则 就是要顺应又超越读者的预期 什么叫做顺应 就是顺应是 我们要能站在读者的一个角度去想 就是我们要选择一些读者 比较熟悉的过程 我们要选择一些比较熟悉的事情 但是我们又不能太熟悉 这是我们在写故事的时候 应该去思考的 就是要让大家既熟悉又不熟悉 既陌生又不是特别陌生 我们这里需要警惕的是 顺应过度和超越过度 就是我们要掌握其中的一个度 那我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样才算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故事 第一个是外在的有趣 就我们写一个故事 怎样会写得比较好 第一个方面是 它外在要是比较有趣的 那么外在的有趣 可以包括三方面 第一个是感官层面 第二个是省美层面 第三个是文学层面 这个例子就是我今天化妆了 那么感官层面的有趣是值得什么意思 就是它是能吸引人的 引起人好奇的 那我今天化妆了它这个故事 它在感官层面上 它并没有很好玩 但是如果说一个人 他平时都不化妆 就只有今天化妆了 或者说是他在很不适宜的场景里 化着浓妆等等 就是这样造成一种反差的感觉的话 那么它就会特别吸引人 它就属于感官层面 它能让大家在第一眼看到的时候 就觉得它是有趣的 然后第二个是审美层面的有趣 审美层面的有趣 它相对于感官来说 它可能更加触及心灵 就是说比如说关于化妆的这件事情 如何触及到审美层面的有趣 就是它可能涉及到的是 人类的善于伪装 或者是欺骗的本质 或者说对于世界真正的真相的探寻 这就属于审美层面的有趣 接下来是文学层面的有趣 文学层面的有趣 可能涉及的是比较形式方面的内容 就是我们如何用语言和结构 等形式方面的书写 处理故事的写作方式 比如说关于化妆的这个故事 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语言 什么样的结构 什么样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 就是它的从外在形式来说 它应该怎么样的去表达 那么好故事除过外在有趣以外 另外一个是内在启示 真正的好故事 它是需要内在的东西作为支撑 之前米南空特纳就说过 它说所有伟大的作品 它都有未完成的一面 就是这个未完成的一面 就是对于大家的一个启发的一面 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总结吧 大概就是这是最后一个方面的内容 我们通过上面的分析 其实我们可以得出来一个结论 就是只有有了好故事 方才有好文字 方才能形成一个好的文学出来 假如我们去看的话 其实我们会发现 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 我们不光是在小说 在写作当中我们会讲故事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大家在平时的生活中 其实都是特别爱讲故事的 它的魅力是特别大的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会想 故事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魅力 它的最核心的因素是什么 比如说大家都特别 特别熟知的一个故事 可能从小就会听到别人会说 从前有座山 山里有座庙 庙里有个老和尚 和一个小和尚 它也是一个故事 我们去看这个故事的时候 会觉得这个故事还特别简单 但其实实际上我们去看的话 我们每个人在说完这样一个故事之后 我们的内心深处会涌现很多的一些 在它之上所附加的一些小的故事 那么这就是一个故事的魅力 在故事之外 能够启发其他人 去加入新的故事 所以我们说 我们总结的话 就是说什么样才算是一个好的故事 好的故事 它肯定是表面上看起来特别简单 我们去看所有的故事 它其实用一句话就可以表达出来 但是它的内在又会特别的复杂 它会有很深层的东西 或者说它表面上是很轻飘的 但是它内在是很有重量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们去看 它好的故事 它就像是卡拉维诺所说的一样 它应该像一只鸟那样轻 而不是像一根羽毛 帖子 非常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